政治话题要来 Kandos2024选战斗所 蓝白和第一阶段的谈判已经宣告破局 接下来将要进入到政党协商 我日前全球说柯文哲和朱立伦在会面时候 表示自己的鼠艺人选是前沟雄市长韩国瑜 对此呢朱立伦今天还原 他说柯文哲当时说的副手是两个女生 追在一旁的侯友宜则说柯文哲告诉他的是一男一女 他更形容说这好像是一个女儿嫁了好几个亲家 不不论不管这个是男是女 似乎柯文哲名单里面都没有侯友宜 这一拜是其求选战顺利还是蓝白和真结点 能早日解开选战关键时刻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临时新增行程 陪着侯友宜一起备庙 两人似乎也要展现团结一致抗外决心 政党协商就没有所谓的秦民调 也没有所谓的开放式的痴险 你今天就拿一个不同意的比赛规则 那强迫说就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 如果侯友宜他有坚持 那我觉得就政党协商看看怎么处理 双方第一阶段谈判宣告破局 接下来就要进到下一步党对党的政党协商 不过前一天侯友宜才在脸书表示 自己已经三度让步 但柯文哲却寸步不让 还话要他不能只想到自己 客户关系紧张 这协商还能顺利谈下去吗 当然我跟朱立伦是主席对主席的 但是在这个阶段 你也不可能把侯友宜排除了 这样问题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最起码我们三个人是 我们叫基本咖 总统跟立委选举是一起的 如果选举不合作 就没有所谓的联合内阁 选前不合作选后就没得组联合内阁 侯正营态度才很硬 朱立伦更直接否认柯文哲 想找韩国瑜搭档参选的传闻 绝对没有这回事 柯主席那天你跟我聊的时候 是讲两位女生 那两位女生我就直接跟你说不可能 我说我们一定是侯科科猴 我们今天早上最新做出来的民调 只要合了 我们至少赢10%以上 我想相信科学数据的科主席 我都是当面把这些 所有的调查结果给他看的 我是听的是一个男个一个女的 可能听的名单又不太一样 一个女孩 不要想要嫁个人的亲家 公民党坚持蓝白河前提 就是侯科一定要绑在一起 但似乎柯文哲的逐一名单 侯友宜都没在内 这下进到政党协商 怎么谈双方可得伤透脑筋 记者陈吉辰 陈明华台北上网道 媒体人黄岳瑞日前在脸书 保留说柯文哲的父母亲 曾经在2016年说 如果赖清德出来选总统 一定会支持 当时还说儿子柯文哲也会绝对支持 因此黄岳瑞就质疑了 难不成现在是毁了承诺吗 不对此柯文哲说明了 说这都是时空背景的不同 包括是柯文哲妈妈何瑞英也否认 但是这可惹怒黄岳瑞 批评柯家硬拗甩锅 感谢大家对台湾民众党 还有对柯文哲的支持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26号一早现身彰化 因为有五党籍议员加入民众党 凑满三人民众党彰化议会党团成军 不过又有另一个争议围绕着他 作家黄岳瑞24号在脸书发文说 柯文哲的爸妈曾经在2016年时说过 支持赖清德选总统 面对披露柯文哲似乎不以为意 等到我自己选的时候 当然支持自己儿子 这有问题吗 柯文哲的回应让台下立刻哄堂大笑 而民众党立委张其路也强调 时空背景的转换 当然现在柯文哲主席自己都要竞选总统 我想他当然柯妈去支持自己的儿子 没有什么好意外 黄岳虽说当年赖清德是台南市市长 但被视为是民进党双北市长的人选之一 柯文哲爸妈深怕赖清德北上对柯文哲 连任市长产生威胁 因此才说赖清德选总统柯家一定都会支持 但柯妈妈何瑞英否认 何瑞英和柯文哲的回应 让黄岳虽加码爆料 何瑞英曾说客家有人当医生就很幸运了 不会肖想选总统 就是再一次的证明柯文哲主席 这个人讲话从来都是言而无信 要选总统的人 如果他每次讲的话都可以 过去讲了跟后来不算的话 那这样子在那一个国家领导人 相信是国家非常大的风险 当时很支持民进党的 后来其实也不支持他们 没有什么说一定只要当时 有了这样一个支持 就这个是完就是所谓的 一定就是一个承诺 或者是一辈子都必须支持到底 大选倒数可吻哲爸妈多年前的言论 被翻出来重新检验 记者吴辰君姚家定 台北相同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